最精彩,包括了David Chu,邱欣甫,Carmen Chu,朱嘉雯,Janking,金珍言,Eric Marr,保祖光,还有多门鱼,与你呢?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西岸省思队了 他们是来自Daily City的西岸省思队成立于1988年的 至今已经有二十几年的表演经验 西岸的舞师队以表演最传统经典的舞师为特色 中国人相信舞师可以驱除厄运,带来好运 如果你们细心留意一下,就会发现 西岸省思队这次用了两种思维 包括佛山思和学山思 对舞师有研究的人就会知道我说什么 佛山思和学山思的分别是在嘴上 佛山思的嘴是平的 而学山思就是向左右向上挑起的 那我想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佛山思跟佛山思的分别在于嘴巴 佛山思嘴是平的 佛山思则是左右向上翘起 观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那我们的狮头虽然不同,但是步伐都是一样的 在众多色彩纷纷的狮子舞动之下 加上热力强击 那么他们的演奏大家可以感受到充满活力 他们从创立至今在Yusinemius的各种比赛里面 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精彩演出的 现在看到的就是社区青年中心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他们的黄河古学队 全新成立的古学队 接受黄河古学队 创丝人的训练五个月 终于有今天的成果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条 我们在镜头上看到150尺的长龙 大家知道吗 要花30个小时才能够把它组合完成 现在看到的是社区青年中心 他们的表演 CYC是成立在1970年的 他们今年已经是第42周年纪念 CYC是特别为三藩市青少年学生 以前的一个组织是给他们可以在课园 能够参与有意义的境外活动 透过教育、职业训练等的相关服务 协助亚裔青少年和家庭 获得身心的健康发展 参加农历新年巡游 是他们给青少年有一个机会一展所长 实践在CYC所学到的各行才能 同时也都令他们感受到 社区对他们的认同 那么你现在镜头上看到的 就是CYC的青少年组成了二树人的龙武队 他们去年第一次才成立 就在巡游中拿到五龙类组的第一名 相当不简单 刚刚国书也讲了 待会我们来听 我们现在看Trader 2的记者 好, gosh, we have fun every year and Anita and I are here with our police chief we're having great fun, making a lot of noise it's ten people thick all over the blocks this is wonderful, you're the serpent all right, well go ahead 50,000 firecrackers here we go sights and sounds of the parades get used to these 刚才李卖炎市长呢 就是说每一年 来表演 会拿到红包 他们的父母一定会给他们 对啊,应该的 接下来是三藩市警察局行尸队 这是一队有纪律部队组成的武士队 过去25年来 他们都有参加农历新年的巡游 那同时在不同的社区活动中 也有表演助庆 这一支呢 队伍第一次成军是在1988年 目的上要加强警察局 以及社区之间的联系 这次有60个队伍 60位的成员参加了游行 当然呢 要参加游行的话题 也都非常的强健 看到没 镜头上他们舞动一条 150长的龙 那么大家也看到 树头的形式 我想大家都知道 这个古龙的习俗 商船是希望能够 会给来年的一切顺景 他们也祝大家 在这边奢年好运 好 我们先进个广告 再回来我们农历新年 大家有什么现场 大家不要走 有龙一条 休息一条 我们现在在现场那里 应该是见到 花车可能有些问题出现了 所以现在我们继续在看 其他的队伍 现在大家从镜头上看到的是 龙马行事会 那么从1996年开始 龙马行事会 一直都为三藩市农历系列大学游 来庆祝 今年已经是第17年了 龙马行事会 今年已经是第17年参加 龙历新年大巡游 他们的团队大多数都是 4岁到19岁的会员 令人惊讶 居然有高达35%的会员是女性 龙马行事会的武龙 长达80尺 会将这么巨大的龙 表现得活灵活现 是非常不容易的 武师是一项短短以致的运动 透过武师 大家就可以学到 在生活上自受挑战 排除障碍而达致成功的 而龙马行事会的目的 都是要发扬这种精神 接下来您看到的是 Maya Holt 语言全新小学 他们是来自Gopatino的 Maya Holt 小学 听说他们是将白蛇转里面的 青蛇和白蛇 请到来金国游行里面 一起来庆祝射年 白蛇转是讲述 前缘蛇绕白松晶的爱情故事 还有她的妹妹青蛇 两个人之间的诚挚的友情 白蛇和青蛇当然是学生扮演 他们穿的戏服都是由学生自己设计 由家长亲手缝制而成 那么队伍中大家看到 巨大的青蛇还有白蛇 也是有学生跟家长 一起设计组成的象征见证的友谊 这座学校参与了 Cupertino联想区 澄清各成 已经有八年 参加这项盛事 来看到是国泰航空的员工 一说下来就是游公团城市里 游公团在美国成立了超过40年 他们教导的是 有1000年历史的南少林公团 这一套少林公团在1924年之前 即是潮汁传少林弟子 并不害存 在2009年的时候 是香港庆祝南河少林公团 外团成为80周年 像我们今天在网络上 跟大家玩点准备 一切 播出准备了 网络话是不是这样讲 不敢当 好 我们看看游行的情况 我想每年农历青年大游戏呢 我们也要这个看看老天爷的颜色 那么连续两年天气都相当的不错 预估呢 今年有将近100万的人 会来到我们游行的现场 预估相当的壮观 没错 参加的队伍也起码有100队 那人数有5000人这么厉害 对 更有5000多人参加游戏 正值参加游戏 有包括这个Marchman 还有游戏队伍 还有花车 我们现在看到的还是柔宫们 他们的表演 不过其实我没有发现 我们大家都把这个蛇称作小龙 是 今晚之前是12年 但我们没有看到五蛇 这一队是美国少林子文化中心 这一队有五十多人的美国少林武术队 在领队释言言法师的带领之下 就将会展现击乎性命的少林武术 他们会表演少林射拳 翼根京和少林的十八般兵器 修正在一队 这一队是一队是一队是一队的 一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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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队 一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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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队 一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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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队 我们看到这个少林功夫要想求 刚进泰远以防守为主 但每次的攻击 都要达到一级击重的制定效果 我们大家知道 CV的少林文化 就是禅宗还有武术 禅宗是要坐禅来修心 引进养性 那么武术就是 他们每一年都花了不少心思 在花车设计上 他们的花车非常特别的白色 配搭了转动的地球 来描述半岛国际学校的座友名 就是一个世界中多文化 讲得非常好的一个座友名 在花车上面 他们有很多中国传统的文化象征 例如是麻将 炮掌等等 小朋友穿着传统服装 那么花车上有许多 中国文化传统象征 像是麻将 炮竹 还有薰虾 这条蛇很可爱 白蛇 上面还有一些彩色的图案 他们的学生是来自三十个不同的国家 因此小朋友就会更加有机会 在一个多元的文化的环境 成长的 不勝 只要大家一起去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时代转道的雅一肝 兵了 fun 他这一年参加水表 和大千万一七个 池 不守 哎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如果我们已经看到的是 那么组换 其中 未请 不愧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我只是在讨厌的一段时间 我只是在讨厌前发车上来自希尔顿的员工 向大家祝贺四年行大运 国书提到中华总商会 正要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中华总商会 就是我们农地青年大游戏的 最大的主办单位 大家可能不晓得 其实中华总商会在七代的时候 1872年就已经成立了 多年来为我们华人争取权益 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我们现在镜头看到的是白鹤行尸队 看到白鹤行尸队 也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的游行快要接近尾声了 也是最精彩的表演 我们即将会出版的表演 我们即将会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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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有機會去參與一個 在華人寺區裡面 一個這麼重要的城市 對我來說其實是一個榮譽 對 我跟國松的想法 是一個榮譽 對吧 一模一樣 真的是覺得一種榮譽 很多人會說你每年都主持 你還會想主持嗎 但我跟國松感覺是一種榮譽 我們大家看到了 現在是白河寫詩隊 對…我們靠詩詩已經開始舞動了 對…那麼我們待會要進行 最後的所謂的Banali 大家要期待這個棒鞭炮 是更多鞭炮、更多鞭炮 還有更加精彩的寶龍表演 因為這條將會… 大家會看到金龍全長228尺 應該就是全美國最長的一條金龍 我們要期待它的出現 我們這個三義小剛博出場 這條圈龍 金龍全長228尺 他們說應該是美國最長的一條金龍 我們靠十多頭行詩表演 各項高難度的演出 一股不得和你春聯要打開了 我們待會來看 今年會有什麼樣的吉祥話來祝福大家 相當高難度一個舞獅的表演 最後就會將一幅幅的河碎的春聯打開 將會祝福各界未來一年一帆風順 好 第一個出來了 蛇年吉祥 蛇年吉祥 我們大家說這個蛇 又稱小龍 主要是大家覺得中國人覺得蛇不吉利 可是主持了蛇年大遊行 我覺得蛇好可愛 大家看到關燈 蛇…這個金龍 全場270尺的金龍終於出現 現場的燈都已經按下來了 看這條金龍全閃發光 火牙… sight and sound 100,000火火 Harley here we go happy new year everyone 十萬個炮長終於成功了 十万个炮主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今年是第一年来看这个兴奏 但是如果你是第一年来看的话 一定会觉得我们这个大巡游 是相当的精彩的一个女友 那么随着热闹的鼓声 还有炮主声加上寝室 还有金融充满劲道的荷尔岁演出 2013年的农历大游行 现在要跟大家告个段落了 对啊 差不多就是时间了 不如我们希望明年再见好吗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奴役 再见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